如云朵般的舒芙蕾,众多GM如此形容这款法国甜点,心里一直惦念不忘,在云端的感觉很美妙,于是终于在一个胜了N多蛋白的日子里,尝试了一下,往上翻了翻配方,没有太理想的,于是决定参考孟老师的下午茶中的巧克力舒芙蕾的做法,自己稍微改动了一下,舒芙蕾的做法不重,一,材料。 二,将烤碗擦干,涂油撒糖。三,我直接用黄油擦的。四,没等转化,烤碗里倒入细砂糖,转动几圈,使烤碗内壁和碗口边,都均匀沾上一层细砂糖,倒去多余的糖。心想,这老外还真会吃。五,蛋黄加牛奶,加朗姆酒搅打均匀。六,筛入低粉。 七,搅拌均匀,质无颗粒。八,将黄油隔热水融化,趁热加入面糊肿。九,搅拌均匀。 十,蛋白分三次加入细砂糖,达至食性发泡与干性发泡之间,我在开始时,滴了几滴柠檬汁。 十一,将打发好的蛋白,取三分之一量,加入面糊肿,快速切拌均匀。 十二,再次重复步骤十二,切拌均匀后,把面糊全部倒入剩余的蛋白种。 十三,切拌均匀。 十四,拌好的糊倒入烤碗中,九分满,因为我的蛋白用得多,所以物量也多。 十五,烤箱提前预热,185度,25分钟。 十六,我大概调的175度左右,因为我的烤箱温度略高一些。 十七,烤好后,筛些糖粉在表面,趁热食用,食用的锅具,电烤下。